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这几年来听过不少情感故事 也越来越明白 两个人想要携手一生 不可或缺的是彼此的共同付出 感情是相互的 唯有彼此用心成全 才会立足弥心 反之将会嫌隙从生 最终走向末路 所以不管夫妻还是情人 会不会走到最后 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能走到最后的 一定具备以下三点 一 你们是否三观一致 茫茫人海 两个人从陌生到相识相知 在这过程中 你们的思想观念 言行习惯会发生直接碰撞 如果从始至终 对方不理解你的想法 你无法忍受对方的行为 那么相处起来就会很累 电影《九妈》中 一万和妻子张璐就是这样 两人的结合源于爱情 最后却因为三观不合 走向分离的道路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不断地争吵 因为对某件事的看法 不一致而争吵 因为看不惯对方的言行而争吵 比如有一次 一万终于帮张璐修好了台灯 非让他把台灯带回去 张璐却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 这个台灯 从这个小细节中可以看出 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没有处在一个频道上 一万喜欢以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自以为对方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他始终无法理解 妻子真正的想法 而妻子张璐 也同样忽略了 丈夫真正的需求 她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 希望成为 丈夫理想中的样子 却不知道 缺乏理解的付出 是毫无意义的 有句话说得好 爱情不是寻找丢失的肋骨 而是寻找一种 毫无违和感的共振 在相同的频率上 爱才能相通 才能成长 两个人在一起 三观没有对错 无法契合 才是错 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 双方一定是达成了 一致的频率 在朝夕相处中 能够给予对方 最大的理解和接纳 二 你们是否懂得珍惜和感恩 在感情中 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习惯把对方的付出 当成理所当然 一边享受对方的好 还一边不满意的挑剔 不断消耗着这份情意 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所谓恩爱夫妻 就是感恩有多深 爱就有多深 如果一方再付出 一方肆意挥霍 爱终会消失殆尽 是啊 就算再好的感情 如果真心不被珍惜 所有付出都打了水漂 那么感情迟早会失衡 这世上 所有久处不厌的伴侣 并非是天生就合适 而是他们懂得 在生活中注入珍惜和感恩 就像父母爱情里的 姜德福和安杰 姜德福平时有很多坏习惯 吃饭搭起嘴 睡觉前不洗漱 后来安杰让他改 他便一一改了 他不喜欢喝咖啡 但因为安杰喜欢 就经常去买回来给他喝 安杰也一样 原本是食指不沾 阳春水的大小姐 嫁给姜德福后 努力学着做饭挑水 没有过抱怨 一开始身边所有人 都不看好他们 但是他们却出乎意料地 携手了一生 因为他们都愿意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靠近对方 并懂得投桃报李 用心回馈 两人在一起 一定是需要互相回应 相互感激 你为我着想 我也为你分担 如此 才能长长久久 三 你们是否信任彼此 坦诚相待 一段感情 能够走到最后 最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 就是信任 哪怕你们都深爱着彼此 如果做不到信任对方 两人整日猜来才去 互相防备 那么 分开 这是早晚的事 缺乏信任的伴侣 娇深不娇心 有心事 却不愿向对方表达 遇到问题 也不愿询问对方的意见 久而久之 隔阂会越来越深 关系 也逐渐疏远 此外 情侣间没有了信任 一旦遇到什么风吹草动 就会产生怀疑 要求对方 暴行 背踪 时不时翻看对方的手机 检查对方的聊天记录 如此下去 用不了多久 双方都会产生疲惫感 所以 两个人想要相伴始终 就要信任彼此 坦诚相待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王小波 曾对李银河说 我只希望你和我好 互不猜忌 也互不称语 安如平日 你和我说话 就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我和你说话 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这就是恩爱伴侣 该有的样子 彼此能够敞开心扉 敢于互诉忠常 敢于交付信任 感情 才会更牢固 相遇到相伴 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昙花一现 还是细水长流 大概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最清楚 余生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遇到命中注定的良人 一起相濡以沫 白手不离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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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